英国解密档案前和黄大班,李嘉诚强烈反共,作者林伟聪90岁李嘉诚近年相关新闻离不开撤资二字过去五年卖掉中港和共一、三、零零亿元资产长和虽多次强调资产有买有卖很正常但外界仍视为他对大陆的取态 英国档案处最新解密一份1987年的李嘉诚档案结是和黄欧洲大班在智英政府的密函中直指李嘉诚强烈反共 英国外交部香港处当时也形容李嘉诚虽与北京关系良好但他做生意时还是会忠于自己英国档案处上月解封的档案中 包括提为香港领袖李嘉诚的档案是元1987年李嘉诚访英时任和黄欧洲董事总经理Lord DeWent 安排他分别和首相撒切尔夫人及商贸部官员会面 档案记录了当时英政府数个部门准备会面时的书信来往 他对北京官僚评价甚低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档案 再有一封Lord DeWent写给时任贸易及工业大臣Lord Young的信件 DeWent在信中除了提到李嘉诚白手新加万一谈及他和北京的关系 DeWent指李很着重华人Chinese身份并感到自豪 但强调他当然是强烈的反共 He is violently anti-communist of course 又指他对北京的官僚评价甚低 Pretty low opinion不过Lord DeWent同时指出李绝对是务实主义者 Total realist他可与中共高层保持良好关系 甚至在家乡汕头圈前起一所大学 又和当局紧密合作 英国外交部香港处为双方会念准备的背景资料中 则提及李嘉诚与北京关系良好 但做商议时他基本上是自己做决定 Essentially his own man in his business dealings 该处又形容李虽无任何公职 但其财富无疑为他带来一定影响力 Considerable influence李嘉诚 1987年中到访伦敦前已是英保守党重要捐献者之一 是负责保育的英国国家信托 National Trust赞助人 并资助著名的巴哈合唱团坊长 因而在英国货查理斯王子 接见当年李嘉诚与商贸部的会面 也顺利举行会上商贸部官员 议问及胡英香提倡的大宇山及新机场发展计划 英方在内部文件提到胡英香的和和 英国建筑公司Costan及顾问奥亚纳 都向港府施压推动计划 又指计划可为英国带来十亿磅收入关注 如何可以尽量容纳最多英国公司减少英资间的竞争 六四前李判也投资换英级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 链接这计划对英资显然是丰厚肥肉 李嘉诚在会面中表态十分支持计划 并愿意让胡英香单大齐作宣传 相信项目融资不成问题 只需政府同意即可上马 亦会为英资带来重大的机遇 1987年英国之行过后 被形容反共的李嘉诚 于1989年1月 或英女王班受CBA虚弦 解密档案曾经披露 1989年3月李嘉诚在与撒切尔夫人 会面谈到国籍问题 表明希望投资英国换取英级撒切尔夫人 亲自指示下属跟进三个月后北京发生六四事件 英方最终意为港人的居英权 并做安排现实未有档案披露六四时 对学生表示支持的李嘉诚最终有否申请英级 直到1990年1月 他在或邓小平亲自接见他向邓称对回归充满信心 他的事业会如大树般扎根香港 对于李嘉诚被指贩共场和发言人晚上附衬 李先生的为人大家都清楚不用多说 发言人薛称Lord DeWant的上述信件已是三十多年 前的事也只是DeWant的个人意见 当年DeWant在公司制度上并非直接向李嘉诚汇报 李对该信件并不知情 发言人强调李嘉诚 1980年成立李嘉诚基金会八成项目在大中华地区 专注教育和医疗 迄今三十八年的时间与精神之投入绝非一事 至今捐款已逾200亿港元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被形容为物实主义者的李嘉诚与中共政府高层保持良好关系 左图为他1990年在北京与邓小平会面解密档案 曾披露李嘉诚1989年与撒切尔夫人会面 表明希望透过投资换取英籍 右图为两人1997年在主权移交仪式再度碰头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一众政商界领袖 2007年在伦敦出席香港工商协会舞宴 庆祝香港主权移交十周年撰写密函的Lord DeWant 亦有出席名入图则起Lord DeWant但莲如聂尾镜 韩达德、撒切尔夫人亨利、凯瑟克赫维为一信